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香港的贵妇 整个餐厅都是Tinfony Blue 真的觉得很奇怪 深圳可能还在兴趣 全店都是粉红色的时候 突然间有Tinfony Blue Hello 大家好 我是Ashley 讲的就是在广州的这一间Tinfony Blue 餐厅 都还没进去 门面已经被Tinfony Blue 这颜色包围住了 最初就觉得他应该吃正餐的东西 然后怎么进来呢? 原来是吃鸡蛋仔、糯米鸡 是吃很香港的小食 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大间店做到这么漂亮 但是吃的东西会是这些小食呢? 我起初以为是吃正餐,但原来是没有的 不吃都可以了? 他没有那么重的奶味就行了 你觉得不好吃吗? 好吃 好吃 但是他马上做 不然香港也是 我也是10-13元的鸡蛋 鸡蛋 好弱 吃吧 吃吧 他上面灑了些糖 用手灭吧 我喜欢 有点甜味 但是不是雪梨 我觉得好像有点小题大做 我真的没想过吃糯米鸡 吃鸡蛋仔 会是这样的环境 不过呢 你想想一下就觉得 吃下午茶 可能跟朋友来聊聊天 找个地方 讨论一下 这一间都可以的 不过我自己就 试一次就够了 他的鸡蛋仔和糯米鸡 其实都很贵 他的套餐呢 其实我觉得都是贵 现在的小学生很有钱 很捨得来吃 不过他的茶挺好喝的 什么来的 哦 为什么有这个呢 啊 猜不到 吃个环境 这间店也 18元一杯也有点贵 只有一杯 但是他的茶真的好喝 当你吃完鸡蛋仔 口感很甜的时候 突然有一杯 比较苦的茶 是倒匀 是OK的 好我们去一下下一集 之后我们去了一间 比较朴实点的肠粉店 原来这间银记肠粉呢 在广州是排行第二的 见到这个排行榜 心想 哇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肠粉而已 也有排行榜 有见及此 我除了试吃银记肠粉之外 我还吃了其他两间不出名的肠粉 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 这个很黄啊 很黄啊 很黄啊 真的不黄啊 三宝有叉烧 我的三宝有叉烧牛肉和猪肉 黄牌有虾 有牛肉 还有菜 猪肉和牛肉都很滑 吃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有团购咯 吃了啦 它的团购真的好划 你看一下 一碟肠粉加一碗粥也是二十多元而已 第二间试吃的就是这间南海潮布拉肠 那天我们回酒店的时候呢 真的超级肚饿 因为太晚了 所以我们打包就算了 这些汁倒下去 哇 哇 哇 这些汁倒下去 它不知为大陆是 如果您叫虾腸的话 它除了虾之外 还有这些山菜 即是无论我在深圳吃 以及在广州吃 都是有 广州的肠粉 其实也有这么多水准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竞争 一路吃肠粉 一路看纳不小心 好一个宵夜 第三间试吃 就是这一间 美味香美食 哇 两个美字 外表跟头那两间差不多 但是一吃下去 就真的没那么好吃 所以我觉得 原来肠粉排行榜 都不是流食 银记肠粉的粉皮 真的又滑又薄 但是它又可以包到里面的馅 有机会的话 我都会尝试 全广州Top1的肠粉店 那你们又喜欢哪一类型的餐厅呢? 是开头的天分的Blue餐厅 还是朴实的肠粉店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次就是这么多 如果喜欢这条片 记得给个like 或subscribe我的频道 还有follow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